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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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虑空中加油的话 监空7A可以算是中国最能飞的战术飞机了 可以从海南岛直接飞到我国南海的最南端 增目暗杀 监空7A拥有先进的航电系统 可以综合使用国内多达30种以上的武器 包含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 在实际对抗中表现相当出色 当时一位大家熟悉的 据称是监空7A飞行员的人说 飞豹在与歼8的格斗中并不落下风 甚至还取得了胜利 而当时另一位消息人士则称 在空军举行的与S300防空导弹的对抗中 苏30MKK开始成绩并不好 监空7A出马后 直接端掉了S300 这就是当时网络上称 监空7A在对地精确打击能力 尚不弱于苏30MKK的来源 当然 这都是传说 不管如何 监空7A的实际表现十分出色 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只有苏30MKK的一半 空军甚是喜欢 直接从海军手里抢了大批的单子 直到如今 也还是空军装备的监空7A最多 300来架的飞豹系列不仅让我军拥有了强大的对地海精确打击能力 而且 也为我国战术用电子战飞机烫了不少路 海航部分老式的监空7A装了电子对抗吊舱参考上图 改装成了电子战飞机 在监15D 监16D辅以前 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当然 对地海攻击才是飞豹的老本航 只是在国内对抗 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是罗子是马 拉出去66才知道 由俄罗斯主办的 由多国参与的国际航空飞标大赛 正好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而飞豹A将迎来其最为强大的对手 苏34 如果说 消息人士所说的飞豹A在与S300的对抗中表现 比苏30MKK更出色 还不足以让人相信的话 那么 如果飞豹A战胜了在对地攻击能力上 比苏30MKK更强大的苏34了呢 从战机本身用途来说 苏30MKK属于多用途战机 而苏34属于战斗轰炸机 本身在设计上就更强调对地海攻击能力 从航电系统水平上看 苏30MKK属于俄罗斯2000年的水平 而苏34属于俄罗斯2010年的水平 两者谁更强 一目了然 但就是这个苏34 在2017年的国际航空飞标大赛中 输给了兼轰7A 而对抗赛的内容则正是侦查 对地打击等核心能力 与此同时 轰6K战胜了图22立方米逆火轰炸机 而兼10B输给了苏35 是飞豹A本身的性能出色 还是我空军飞航员的表现好呢 如果说一次只是偶然 也许韩有运气成飞 那么如果是连续两次呢 2018国际航空飞标大赛刚刚落幕 飞豹A再次获胜 夺得冠军 与之相对比的是 轰6K则只获得了亚军 这更显飞豹A这个冠军的珍贵和含金量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又由于不少人对飞豹A的称呼为豹爷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豹爷永远是豹爷 看来豹爷的实际性能 比很多人以前所了解的更好 兼于其十分低廉的价格 可谓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战轰击了 人員会继续的缘度 主持人会继续的缘度 以后把美国独闪码 候选择 谓举